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见他起来了 畢生喝道 谁叫你起来的 给我躺下 李泽亮吓了一跳 战战兢兢地问道 方姐 不是结束了吗 墨小芳让厨师退出去 一双眼睛在他光溜溜的身上来回扫尸 最后定格在了他的下身 是的 吃饭时间结束了 可是我的正餐才刚开始 我们玩一玩吧 起步价三千 根据时长付费 一分钟一千 怎么样 李泽亮一听 满脸通红 他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 两人仅有过三次亲密接触 也许是由于他太紧张 还没两下 他就结束了 女朋友也因此跟他提出了分手 从那之后 他就怀疑自己那方面有问题 没敢再找女朋友 想到这灰暗的过去 他不禁抱怨起黄伟来 这黄伟只说让座难体胜 没说还要提供特殊服务啊 抛开他行不行不说 单说这墨小芳已经年过半百了 身体发福 让他坐上去 他的小身板也不知道 能不能承受得住啊 方姐 我 他结结巴巴地说 还是不要了吧 墨小芳根本不理会他 直接把他推倒在饭桌上 就扑到了他身上 他开始是抗拒的 奈何墨小芳经验丰富 在他的一番挑逗下 他的身体迅速起了反应 神奇的是 他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他闭上眼睛 享受着墨小芳带给他的极致的体验 离开时 他拿到了两万元 当菜盘子一万元 提供特殊服务一万元 什么 他把你睡了 还给你一万元 黄伟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我怎么就遇不到这样的好事 听黄伟这羡慕的语气 估计他是真的除了当菜盘子外 没有被要求提供特殊服务 李泽亮不禁有点自豪 这是不是说明 他的身材或者是某些部位 比黄伟的好 才令墨小芳把持不住呢 尽管心里得意 但他仍装出一副傲丧的样子 好什么好 我一想到 他是个又老又肥的大妈 就觉得自己吃了大亏 黄伟不可置信地盯着他 你得了吧 他给了你这么多钱 你还吃亏 早知道 我就不把你介绍给他了 李泽亮明白 他不能再刺激黄伟了 干脆闭了嘴 回房间睡觉去了 下午还要上班 他得好好休息一下才行 李泽亮和黄伟既是好同学 是室友 也是同事 两人从体校毕业后 满怀希望地找工作 却被现实浇了一盆冷水 屡屡碰壁 反而是那些成绩不如他们的 靠关系进了不错的学校 帮体育老师 最后 他们只好接受现实 到一家健身房当教练 说是教练 其实跟打砸的也没什么区别 为了拉客户 他们还要亲自去派传单 他们累死累活 拿到手的工资 有时还不够填饱肚子 黄伟经常抱怨 如果能赚到钱 出卖身体也在所不惜 要是有哪个富婆看上他 把他包了就好了 李泽亮笑他一想天开 劝他现实点 有这功夫做白日梦 还不如多派几张传单 黄伟不理会他的劝导 挖空心思寻找报复的路子 没想到还真被他找着了 当一次菜盘子的收入 可比当教练高多了 只需往桌上一躺 钱就到手了 要是表现好 那些富婆还会给小费 自从黄伟干上这行后 出手就阔绰了 给自己整了一堆名牌 还特注意皮肤保养 生怕身上有破损 接单实不顺利 李泽亮那时打心里瞧不起他 为了赚钱 出卖身体这种事 他打死也不干 可是事事无常 李泽亮的大姐被查出乳腺癌 急需一大笔医疗费 他只好请黄伟介绍他入行 结果第一次接单 他就被钱归责了 还引发了黄伟的不满 李泽亮把钱全部打给了大姐 撒谎说 这是他收了很多学员 是做私交的收入 大姐倒也没起疑心 叮嘱他要保重身体 别太拼了 要是因为筹钱给他治病 而为出病来 他宁可不治 大姐从小就对他疼爱有加 如今他自己抱病在身 还如此关心他 他更加有理由 要赚钱给他治病了 默小芳显然 对他的服务很满意 把他介绍给了身边的朋友 不得不说 这些富婆玩得起 也真会玩 而且彼此之间 还有攀比心 表面上是朋友 私底下却叫卓静 生怕被人比下去了 他们不仅在食材上比 也在地点上比 你今天在别墅里聚会 那我明天就在游艇上嗨皮 李泽亮也因此 见识了以前没机会 接触到的东西 不由地开始向往 这些有钱人的生活 渐渐地 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由原先的迫不得已 转为主动寻求机会 他会在聚餐结束后 舔着脸问金主 需不需要提供别的服务 当然 他也为此付出过代价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默小芳那样 只做正常的运动 有个五十多岁的老阿姨 像极了一只饿极了的野兽 抱着他又啃又咬 弄得他身上 轻易筷子一块 而且还不走寻长路 一次结束后 还不满足 非逼着他吃药再来 那天晚上 他也记不清 自己弄了老阿姨几次 也记不清 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只知道醒来时头痛 下体痛 全身都痛 不过 他的付出 跟收入是成正比的 老阿姨给了他一大笔钱 并承诺下次还找他 他当时还挺高兴 觉得受点折磨没关系 钱到位就行 可是几天后 他发觉下身 长满了小红点 还痒得要命 他明白中招了 却不好意思 去大医院检查 悄悄到小诊所看了 钱花了不少 下身却越来越痒 他只好硬着头皮 去大医院检查 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导致病情加重 治疗费用成倍增加 老阿姨给的那些钱 还不够医疗费 他真有苦难言 黄伟知道了这事 有点幸灾乐祸 当初你劝我别做这行 现在反倒是你 鸡不择食啊 兄弟 悠着点吧 钱是赚不完的 他虽然也提供特殊服务 却要挑人 并且做足安全措施 谁晓得那些女人 都玩过什么人呢 他不得不提防 就算给钱 他也不能拿命去换 李泽亮明白 黄伟说的是正确的 自己确实是太心急赚钱了 但他有什么办法呢 大姐的手术是做了 不过后期还要化疗 并且要吃很长一段时间的 要抑制癌细胞 这些都需要钱 再说 他自己的人生才刚开始 以后买房买车娶媳妇 哪样不用钱 他查看了卡里的存款 只有十万 这点钱 估计还不够大姐 做化疗的 他明白 他再也找不回过去 那个单纯的自己了 其实他内心挺矛盾的 一方面想过 上有钱人的生活 一方面又对自己 出卖肉体的事 感到些许羞耻 但他又没有别的渠道 能赚到快钱 只能咬牙坚持着 等他攒够了钱 就洗手不干 他深吸了一口气 今后必须要小心点了 李泽亮凭着出色的服务 很受富婆们的青睐 每个月总能接到五六单 远远地把黄伟 抛在了身后 他能感觉到 他和黄伟之间的关系 变得有些微妙 不再无话不说了 李泽亮不想放弃 他们的友情 给黄伟打了一笔钱 补上了之前的房租 并承诺以后 都有他来交租 黄伟对此一言不发 算是默认了 这行做得越久 李泽亮越发体 会到有钱人的生活 是多么的糟糕 有个互联网大佬就说过 我有钱 但很痛苦 他们最痛苦的 大概是不知道 该如何把钱花出去 所以才会变着法子 寻找乐子 不管这乐子 是不是建立在 穷人的痛苦之上 李泽亮是真正的痛苦 随着存款的增多 他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 有些女人一次并不能满足 他就得靠着药物支撑 他不但被掏空了身体 还受到了药物的毒害 能好才怪了 不得已 他休息了一段时间 甚至萌生了退出的打算 他不想再这么活了 做妇人的玩物是能赚到钱 却令他尊严尽事 他回了家一趟 大姐看到他浑身皮肤光滑 脸色苍白 完全没了往日的阳刚之气 不禁忧心忡忡 并对他的赚钱途径产生了怀疑 小亮 姐在生病后才明白 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如果你为了挣钱给我治病 而损害了自己的身体 那我宁可去死 大姐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 答应我 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李泽亮鼻子一酸 眼眶马上就湿润了 他紧紧咬着嘴唇 把眼泪憋了回去 并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的 他不能再这么活了 他才二十岁出头 如果再继续摧残自己的身体 恐怕赚到的钱 还不够以后看病的 黄伟对李泽亮的决定感到不解 他的事业正直巅峰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 太可惜了 李泽亮劝他也早点抽身 找份正经工作 黄伟对此嗤之以敌 不屑地说 你哪来的那么多顾虑 得了吧 你不干正好 我少个竞争对手 既然如此 李泽亮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没了高收入 他也住不起高档小区 就搬了出去 与黄伟分路扬镳了 他在大学城附近 开了家奶茶店 生意还不错 闲暇时 他坚持锻炼 希望有一天 当上真正的健身教练 他还有了女朋友刘延 他是那种很务实的人 也很有头脑 帮着他把奶茶店的生意 做得红红火火 两人十分恩爱 有结婚的打算 生活似乎步入了正轨 他几乎把那段 不堪回首的日子给忘了 那天晚上 李泽亮正在跑步 突然接到了黄伟的电话 自从他搬走后 两人先少联系 刷朋友圈时 偶尔能看到黄伟发一些换了新车 购买奢侈品的照片 李泽亮接了电话 黄伟也不含糊 直接开门见山 莫小芳想你了 这个周末他生日 他希望你能在最后服务一次 原来如此 他退出后 就把客户们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莫小芳找不到他 就拜托黄伟帮忙 李泽亮直接了当地拒绝了 没想到黄伟在电话那头冷笑 我给你发了点东西 你看看再说吧 不用点开 李泽亮就看到了自己躺在默小芳身下的照片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怎么没想到他家里装了高清摄像头呢 怎么样 答应吗 听说你快结婚了 这样的照片还有很多哦 要是给准新娘看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哦 对了 还有你大姐 如果他知道他的医药费是你这样挣来的 又会有何感想呢 也不知黄伟拿了莫小芳什么好处 要如此残忍地对待昔日好友 李泽亮不敢想 若是他做过的事曝光了 他还有何颜面面对家人和流言 他不想失去现有的平静生活 再亲自联系了莫小芳 再三确认这是最后一次之后 答应了 李泽亮在聚会开始前四小时就到达了莫小芳的别墅 莫小芳笑嘻嘻地在他脸上捏了一把 想找你可真不容易啊 我可想死你 你看看你 几个月不见 皮都粗了 赶紧去洗拜拜 我可等着吃你哟 他一阵恶心 赶紧跟着美容师走了 美容师像以前一样给他全身脱了毛 去除了死皮 他呆呆地坐着 就像一头带宰的羔羊 想起第一次做准备时 他是疼得差点就放弃了 哀求美容师下手清点 可是美容师说 做难体胜 出于卫生考虑 身上不容许有一丁点的汗毛 必须清除地一干二净 他真想跑 可想到大姐还在等着前做手术 只好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经过几个月的自然生长 李泽亮原本皮肤粗糙 现在却娇嫩柔滑 手肘等处的角质层消失 手臂 大小腿的汗毛消失不见 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甜橙香味 做完准备工作后 轮到厨师上场了 将食材一一摆放在李泽亮的身体上 年纪轻轻的 干点什么不好 非要当富婆的玩物 呸 厨师把一份三文鱼摆在他胸口后 转身十小声嘀咕了一句 但还是被李泽亮听见了 他感到了深深的羞耻 假如时间能够倒流 他绝不会做这无耻之事 也就不会被人抓住把柄 被拿捏得死死的 用餐时间到了 墨小芳进来了 可他没想到黄伟竟然跟他一起进来了 他大吃一惊 想起来却动弹不得 才想手脚被固定住了 他只好瞪大眼睛看着他们 你们这是在搞什么 墨小芳笑着说 我还是觉得你的服务最好呀 叫小伟来学习一下 说着他拍了拍黄伟的肩膀 你边吃边学 以后好好服务姐 黄伟连忙点头哈腰 好的 姐 我一定好好学 李泽亮尴尬无比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任由他们摆布 那一个小时 他感觉比任何一次服务时间 都要难熬 尽管得到了墨小芳的肯定 他也得意不起来 而且黄伟看他的眼光 充满了妒疾 这令他十分难受 黄伟的确是心里难以平衡 李泽亮比他晚入行 却比他做得好 换成谁都接受不了 他把目光头向李泽亮的下体 暗暗骂道 阿呸 什么优质服务 你不就是靠那玩意儿 才博取了他们的欢心吗 好不容易等他们吃完 李泽亮以为可以解脱了 没想到 莫小芳摸了摸他的大腿 又是一阵笑 今晚你们两个都留下来陪我吧 特别是小维你 这个方面也要好好学一下哦 一听这话 两人顿时面面相去 他们哪能想到 莫小芳尽会提出如此荒唐的要求呢 李泽亮的脸 胀得通红 说道 方姐 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又冷又饿 先走了 莫小芳的脸色变得有点难看 我说了 你们一起留下来 你们不是好兄弟吗 好兄弟不应该相互学习吗 这也太恶心了 这种私密之事 怎么能随便在他人面前展现呢 莫小芳都这个年龄了 怎么没有丝毫羞耻之心呢 如果你不留下来 莫小芳语气冰冷地威胁道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毫无疑问 这句话的杀伤力很大 李泽亮考虑了一下 人无法说服自己 他以前是出卖过肉体 是连老妇女都服务 但他是人 不是动物 这种被人性的事情 他做不到 他刚想再次拒绝 还没开口 没想到黄伟竟然同意了 就是 你别再推了 我学好了 才能好好服务方姐呀 李泽亮简直是不可置信 这黄伟 是什么时候 变得毫无底线的 要玩你们自己玩吧 我走了 李泽亮的头脑 此时无比清醒 深知他若是不反抗 只能永远被人 捏在手里 被一次又一次威胁 与其提心吊胆的生活 还不如自报过去 做过的事情 他相信 家人能理解他 而刘炎若是真爱他 就不会计较他的过去 果然 李泽亮还在思考着如何将他的事情告诉家人 莫小方又骚扰了他几次 照片中他的脸一次比一次清晰 而他的脸却打上了厚厚的马赛克 不能再等了 他狠下心来 带着刘炎回了一趟老家 当着家人的面 痛心疾首地坦白了一切 这对于他的家人们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随即 房间里响起了叹气声和抽气声 大姐气不成声地说 小亮 是我害了你啊 要不是我生病了 你也不会走上这条路啊 不 姐 是我一时糊涂才做了这样的蠢事 李泽亮也流着泪 你不要自责 就你 是我应该做的 李泽亮把目光投向刘炎 真诚地说 我知道自己过去是个混蛋 做了很不光彩的事 我不该瞒着你的 你能原谅我吗 刘炎哭着在他身上垂了起来 等他发泄够了 才擦了擦泪 说 你是真混蛋 怎么能做那样的事呢 不过 你也是迫不得已才为之的 今天你能说出来 也算你是给了我一个交代 今后 我们遇到问题 要一家人一起商量 你不能自己一个人扛 记住了吗 刘炎不是个不明理的人 他刚才真想一走了之 可以想到 李泽亮是因给大姐治病 才走了歪路 说明他是个情深义重之人 而且 他已经跟过去诀别了 现在的他 阳光上镜 脚踏实地 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李泽亮不顾家人在场 高兴地抱着他就深深地亲了一口 他现在已经无所畏惧了 他保留了受威胁的证据 在莫小芳再次骚扰他时 立言反击 我的家人都站在我这边 你若是敢发照片 我们会马上报警 莫小芳是贪恋他的身体 并时常回味跟他在一起时的情景 可他还没尝够 他就洗手不干了 所以才想把他重新拉下水 谁能料到他意志坚强 选择自爆呢 想要小鲜肉很容易 他们比不上李泽亮的话 大不了多为两次要 他大可不必再跟他较劲 给自己惹麻烦 李泽亮和刘延举行了婚礼 两人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 半年时间就开了三家分店 李泽亮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 终于盘下了一处合适的场地 准备开一家价钱亲民的健身房 让大家都能动起来 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至于莫小芳和黄伟 在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中 被人举报聚众淫乱 警方当场抓获七男舞女 现场要多辣眼就有多辣眼 李泽亮在手机上看到了这则新闻 虽然主角们被捕时的照片 脸上都打了马赛克 可他还是认出了他们 他关了手机 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心里一阵后怕 若不是他及早抽身 那照片上就会多一个人了 还好一切都过去了 他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他深信今后的路充满了光明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